早安 今天是第四天 我們現在在雅爾 就是 梵谷死前 最後一個留下來的地方 雅爾裡面有很多 梵谷的 畫的所在地 最著名的就是 星空下的咖啡館 做個掃描 靠水 紫萊 沙啞 嘞 沙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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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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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我們現在從雅维農出發 要去找薰衣草之旅 剛剛去的很有名的修道院 大家如果搜尋南法薰衣草的話 一定會出現這個修道院 可是它沒有開放 然後也沒有薰衣草 所以我們現在往了第二個點 比較有可能會有薰衣草的地方 如果還是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晚上就直接去馬賽了 所以 媽媽們 所以我覺得還是應該是不會有薰衣草 因為天氣還是蠻冷的 然後又下雨 昨天這幾天有看到薰衣草 可是都不是很茂盛 所以說不定今天就是早一點去馬賽了 就這樣 我們現在停在一區櫻桃樹的房間 給他們拍照 拍櫻桃樹好玩嗎 好玩 拍櫻桃樹 拍櫻桃樹 找到薰衣草了 耶 任務達成可以去馬賽了 很漂亮 而且很香 說真的我們這個時間來的話 真的很 比較有很大的機率會遇不到 因為現在才六月中 薰衣草的季節是在七月初 然後六月底七月初才漸漸的會比較多 所以 我們就抱持著一個 可能會找不到薰衣草的 或是找不到大片 其實我們中間都經過有很多薰衣草田 只是都不是很茂密 然後 在路邊找的時候就趕快點下來拍照 希望 如果你們有想要來找薰衣草的話 記得就是 當然再晚一點的話 機票就會比較貴啦 媽媽剛好是因為 機票沒那麼貴 暑假之前機票比較不會那麼貴 然後 天氣 我們這幾天看還是有下雨 所以 大家可以自己做選擇 可是看到薰衣草 新鮮的薰衣草就是還蠻漂亮的 而且很香 這兩個人蹲在裡面 試圖營造一個花海的錯覺 好委屈 這兩老走到哪裡 都大概要拍五百張 他們才願意散罷改修 尤其是我媽 到底是要拍幾張 到底是要拍幾張 人在睡 就是遇到羊 走在路上 沒有辦法趕 啊 衝啊孩子們 衝 啊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